我之前有过一些思考 我认为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 1991年冷战结束之后 被历史终结论的那种 新自由主义的乐观情绪 系统性的冲昏了头脑 在20年到30年时间里面 就是完全去消耗这种冷战红利权 然后事实上今天的这个问题 它不是一年两年累积起来 它是20年30年累积弊病的 一种系统性的爆发 然后面对这种系统性的弊病 没有人也没有适当的积累 去应对所以导致了现在这样一种情况 政党党派都关注什么 谁能够在短期里面 给我带来最多的选票 我就挑这样的人 至于这个人是不是在中长期 能够去做政策去治理国家 我根本就不care 为什么 它认为不存在竞争对手 我已经站在世界的巅峰 我随便怎么玩 没有任何挑战 但很明显事实上没有后悔要 他现在已经把自己带偏了 带偏了现在就只能承受带偏以后的代价 看他后面自己怎么校正过来 有关于这个世界大事 您现在关心的一些什么地方 那个世界大事我最近还真的 英国不是在选首相吗 然后特拉斯 这位女士也真的是挺怎么说呢 就让人不太好评价 但是我这个事情还真的是把我吓了一跳 就是说我去补了一些历史门线材料 发现这个还真是个挺危险的事 我觉得那个主持人大概是有所设想 所以问了他那个按和按钮的那个问题 之前20世纪80年代 英国出过一部非常出名的连续剧 电视连续剧出过三季 一开始叫市大臣叫Yes Minister 后来变成了市首相叫Yes Prime Minister 他里面市首相第一季里面讲的就是 首相按和按钮这个事 他就说你到这儿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钮 然后呢你有72个小时去决定 要不要把它摁下去 摁下去呢 英国那边核潜艇就可以把核武器打出去 但是这个打出去呢 就几百万人就没了 然后剧情里面讲到这个时候 那个首相就像一个被吓坏的孩子 就整天在那儿想 然后就觉得说我只有72个小时做决定 只有72个小时做决定 就他困惑于这件事 我觉得呢那个问问题的主持人 他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他就说 他说我不是问你是不是会按这个钮 还是不会按 你肯定会回答我是的 然后我说是说 如果我是你 我在那个位置上 就英国首相其实是一个梗了 有一个英国首相说过这句话 他写过一个备忘录的 他说我按下这个钮之后 如果我还活着 我在心理上会感到极度的愧疚 就是说我迫于无奈 按了这个钮 但是我非常清楚的知道 这个钮按下去之后 数百万人 数千万人 甚至更多的人会死 我为此感到非常愧疚 他反映出的是 你站在首相这个位置上 身在高位 欲戴王冠 必在其中 就承担了这个重大责任 对人的这种精神上的某种压力 然后你会发现 就我说这个 特拉斯像个铁罕汉一样 就是说 我就做好准备了 他完全没有get到那个点 对 他完全没有get到 就是大家想要了解 他的真实表现 或者倒过去讲 他用另一种方式 向大家展示了真实的一面 我就是一个I don't care 你让我按你 我就按了 没什么 按完 这是 这是不是我的职责 是 那我就按 按完了 按完了我就没感觉了 对 我 关于这个事情 我所看到的 我必须要先讲 不是全面的录像 我看到的是在那个抖音上的 有些人剪上了 因为都是很快嘛 几秒钟 我也观察到了 您观察到的这个现象 跟主持人跟他的对话 而且 我的感觉 我不知道他这个就是 Strauss 他故意这么回答 还是他真的不知道 主持人要问你什么 主持人后来又追一句 他说 我不是问你会不会按这个键 我是说你的感觉 结果Strauss 并没有 好像我的记忆 并没有回答这句话 没有答这个问题 对不对 他没有说 他始始终没有说 这些感觉 他认为说 这是Duty 这个就是首相的Duty 然后I'm prepared 然后我就做 对他来说 告诉大家 我已经准备好当首相 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都不重要 真的很吓人 这个就有点 给人家的感觉 就像一个二愣子 他就回答 他完全不在 不在谱上 他直愣愣的 就很耿直的 就过去了 就完全就是 这个东西有那么严重吗 就先按一下 就这种感觉 就不管是一个扭吗 真的太厉害 而且英国那边 他有一些很好玩的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就比如说 他的那四艘核潜艇 他那个上面 他没有一个保险的 通俗说就没有保险的 就是为什么没有保险 就美国的核潜艇 是有保险的 就是如果停长脑筹 或者下面的人突然精神失常 他想发射 他也发射不了 他没有那个码 他要有一个码 这个码是美国总统 发指令下来 就是美国总统 不是有那个月球 那个手提包吗 他那个手提包里面 他把那个指令 输好摁好回车 然后这个指令 就会跑到美国国防部 然后参联会会通过审核 就是相当于要再过一道 然后他就会转换 成一个发射码 这个发射码 再到上面的发射台上面 他们把这个码拿出来 输进去这个导弹才能打出去 英国没有装这个东西 英国为什么没有装这个东西 英国的理由是英国太小 容易被一锅端 他甚至于根据英国的传统 就是每个首相上任的时候 他要做两件事 一个他要任命一个自己的核负责人 就这个人相当于在核决策上 相当于是我的 就如震清零 就如果我死了 这核武器怎么用 就听他的 他怎么说就怎么用 或者说我没法传达指令 他带我传达指令 这都是可以的 第二个 就是每一个英国首相 就要给这个 每个潜艇的艇长 要写一个信封了 这个信封像我们的 锦囊庙记样是密封了 里面是什么呢 就是万一我死了 我的核负责人死了 没有办法给人下你下指令 但是这个局势明显 又已经打起来的时候 你这个艇长该怎么办 我在这里面会给你选项的 然后你根据这个选项 你就有权去做了 这个是全世界 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 为什么 这个拿书面指令来传递 这种级别的指令 这简直 他说对了 这叫什么传统 是什么呢 英国皇家海军的传统 这说起来就哭笑不得 就是相当于船长的保险柜里面 有一个船长和大富死了以后的锦囊 就二富他们可以去开这个钥匙 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然后看怎么办 英国的核武器 是处于这样一种控制状态下的 因为有这样一种控制 所以它确实 它对于首相的素质要求是挺高的 不是阿猫狗都能坐这个位置的 因为你就是最后一道保险 你突然抽风了 你虽然英国就那么点核武器 不多的就可能几十枚核武器 加在一起 不过两百多枚核武器 但问题是你露一个出来 大家都受不了 更重要的是就像您说的 我当时看到这个东西 我一开始第一反应 这是不是个段子 有人在编排它 因为真的就是一般我们学 总觉得西方加一个发达国家 你好歹这个领导人靠点谱呢 你去跑那张位子的人 你去靠点谱呢 这完全就不是靠谱的 它不着调啊 然后我想起那个Newsweek 最近出了一篇文章 就还是像那个Newsbeast 就原来Newsweek 转过来那个网站 他说了什么呢 他说在美国 特朗普最大的负面影响是什么 就是他让美国的这个MAGA 包括普通民众 还有政客里面 有一群自以为是的 就白痴啊 都觉得自己有资格 去竞选这个位子 就原先跑出来做竞选的人 他要掂量掂量 就我是不是那块料 就是说如果他行我也可以 就是说这种料都可以上 那行啊我也上 我都拿起来 那特拉斯那个 就是给人感觉 怎么英国首相 现在是阿猫阿狗都可以做了吗 就这种料都可以上 其实陈老师你觉得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民主世界之中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吗 你帮人哪儿去了 他们怎么不产人了呢 这好人去哪儿了呢 都做生意去了 干嘛去了 就很好奇啊 中国嘛 发展中国家嘛 我是完全看不懂的 因为我们接受的那些教育 包括西方写出来的教科书 对吧 包括政治学的教科书 讲精英主义的也好 讲这个美西方国家 发达民主国家的传奇故事也好 都是按这种不说伟光正吧 总之是非同凡人 不是一般人 对吧 然后有一些优越的素质 对吧 这个有高瞻远瞩或者说怎么样 然后至少他们那个机制 能把这种比较靠谱的人选上去吧 结果他现在机制性的初步靠谱 那真的 但问题是这个事情真的很让人着急 因为他手上真有核武器 对 他不是假的 那个东西是真的 他不会因为是个傻子 他按下去这个钮就不亮了 他不就这个功能了 对吧 哎 真的是 提起让人着急啊 这个英国首相这次选举 好像九月初就见真章了嘛 对不对 现在好像是 他好像有70%的支持率 他占了身份政治的便宜 一个是女 他是女性 其次他是白人 对 第三个跟他竞选的那个人身上带了个印度裔 对 说穿了 就这个印度裔的这个东西 我也正想提出这个问题来 就是说第一个 你觉得这个新的首相 现在非常明显的就是Trust会出来 对于他出来之后 对于这个世界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第二个 就是您刚提到他的对手 这个印度人叫做苏纳克 苏纳克 有很多人在开始评论就是苏纳克现在他的民调这么低 主要的是和他的印度的这个血缘有关系 就是一种种族歧视 你怎么分析这个事情 我觉得Trust现在弄得好像就变成唯一选项 那个苏纳克好像半点都没有上去 对 要对世界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至少让世界在战略稳定上面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就是说这个人在知识储备上 在业务能力上完全没有做好做英国首相的准备 知识储备就像他跟俄罗斯 究竟俄罗斯是啥他不知道啊 乌克兰对俄罗斯意味着什么 他没有兴趣理解 他就是一个光 说穿了他当个议员不错 就是出来喊喊口号 但你不要处理业务工作 因为你这个处理业务工作 你是需要业务能力的 这个Trust没有任何业务能力 而且你现在还要负责核武器 你这个东西 他开心死了 你不听我话 我拿核武器来修理你 这个在他的世界里面是很顺理成章的 核武器就是用来捍卫民主的 捍卫民主的最有力的武器是核武器 这个在他的逻辑里面是顺的 这个世界不是这个样子 他对这个世界理解是错的 这个巨婴就拿到了一个不该 就像有人就说 相当于就我们经常讲那个谚语 让一个七岁的小孩去玩一只比较高的 AK47还是上了实弹堂的 那磕了碰碰就把自己给弄伤了嘛 然后斯纳克那边呢 我对斯纳克也没什么特殊的好感 但是就业务能力而言 我个人觉得因为他是财政大臣 财政大臣这个东西 你弄错了你是要赔钱的 而且他对于你做市场理性的这个东西 你好歹对于口号以外的这个世界的真实运行情况 你有比较清晰的理解 然后第三个呢 我认为斯纳克应该是自己也是有点想法的 没有记错的话 最后逼那个小约翰逊辞职的人当中就有他吧 他最后是逼宫的一个活跃人选之一 对吧 然后呢 他现在的这个选情 我认为 就他们两个人的这个表现和能力而言 就像我刚才那个观点 斯纳克身上的印度裔的这个东西 显示出英国民众当中 这种真实的就内心深处隐含的这种种族主义的 居高临下的就是我是宗主国 你是殖民地 啥时候你一个有殖民地血统的人 可以当我们最高领导人 不好意思我不干的 甚至于就是什么 我宁可选一个地主家的傻儿子 我选一个我们家的纯雪白痴 不就是这样吗 你说我就说Trust 你说对上他 我们把性别因素 英国的女权没那么强势 拉不出40个百分点 那现在双方两个人差 要差30到40个百分点的这个差距 拉不出那么大的东西来 更多的是那种能够议会 但不能言传的就 什么时候英国首相变成个印度裔了 就是说白了就说 这话政治上非常不正确 但是我相信 这是推动这个事情发展的 包括Trust之所以憨憨的在那边冲 他里面也想过 这怎么样什么时候轮到你了 这是我家 对吧 这是我家 当然这个东西当然藏在心里面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你看后面印度 如果按照这个样子的 英国很可能又进入到一种 就是议会内阁至常见的状态 很可能会连续的倒戈和阻挡 就不稳定 英国现在面临的局势 经济的地缘政治的外交的 这不是一个靠二杆子往前忙就能解决问题的 某种意义上金毛就是个二杆子 就是个忙 但他也是要忙一路的 但他发现他忙不出来 摇摇晃晃到最后弄下来 对吧 然后Trust上去的话 你看苏格兰独立你怎么处理 对吧 你接下来整个英国脱欧以后的这个后遗症 包括跟北二权的关系 英国和欧洲大陆的这个经贸往来 你怎么去处理 这些问题都是非常敏感的 他需要的是那种 罗斯科里做倒场那种精细的腾挪功夫 而不是一个夯夯的二百五 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Trust是不太合适的 但是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当选可能又是大概率的事 大概率的事上去之后 能够推演的就是 保守党很可能因此和工党 就是平凡的阻隔 就是倒戈阻隔开始搞这种事情 因为有太多细节化的东西 目前在Trust的重振经历中 没有看出他有很强的跨党派协同能力 也没有看出他有这种 就是做这种精细化政治斗争的这样一种能力 所以后面再看吧 对我觉得这个我们刚刚也点到了这一点 我觉得更大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民主制度之下会选出这种样式的人选 我觉得这是一个更令人担任惊惊惊的一个问题 我之前有过一些思考 我认为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 1991年冷战结束之后 被历史终结论的那种新自由主义的乐观情绪 系统性的冲昏了头脑 在20年到30年时间里面 就是完全去消耗这种冷战红利权 然后事实上今天的这个问题 它不是一年两年累积起来 它是20年30年累积弊病的一种系统性的爆发 然后面对这种重新的弊病 没有人也没有适当的积累去应对 所以导致了现在这样一种情况 某种意义上就像什么 当初说西班牙因为自己的优势 和从美洲掠夺的财富 导致了西班牙王朝的这样一种解体 就是冷战结束以后 优势太明显了 就彻底放飞了 随便玩 就感觉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 因为放眼全世界没有任何敌手 我随便浪 这个到最后我总是我赢 我怎么做都可以赢 但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的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很有趣的视频 就是关于美国海军 你说美国海军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什么步呢 就是说未来没过几年 美国海军的这个舰艇总数 肯定要被中国海军超过了 而且是在这个主战舰艇上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是就是阿里伯克级后面 就这个朱姆沃尔特 那个很贵很大的 到了原来说要造30艘的 后来造了3艘 但是每艘的造价 从1亿还是10亿 涨到了将近70亿亿艘 就是说在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虽然它很具体 但它关系美国海军 下一代先进战斗力的成型 结果美国居然用20年的时间 浪费了300多亿美元 最后造成了接班军舰打水漂 就等同于它20年时间 自己把美国海军的主战舰队给拆了 而原因是因为它完全把这个东西 当成了捞取钱的这么一个项目 没有认认真去做 不停地往上涨价去捞取 我觉得这个从一个侧面 间接的反映 就是说某种意义上 这种造军舰跟选拔下一代领导人 下一代接班人是一致的 就是说政党党派都关注什么 谁能够在短期里面给我带来最多的选票 我就挑这样的人 至于这个人是不是在中长期能够去做政策 去治理国家 我根本就不care 为什么 他认为不存在竞争对手 我已经站在世界的巅峰 我随便怎么玩 没有任何挑战 但很明显事实上没有后悔要 他现在已经把自己带偏了 带偏了 现在就只能承受带偏以后的代价 看他后面自己怎么校正过来 我会认为不存在